大家好,我是薇薇 欢迎大家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歌手当打之年终于迎来了这一季的大结局 讨论度挺高的 叔叔这热搜上面挂了几个话题 难为大家在吃瓜之鱼也不忘听歌放风了 首先先祝贺一下花花花陈宇 不负众望的拿下了歌王的称号 七重人格真的很有态度 肖敬腾在演唱Hello时 钢琴上出现的所有的参加过歌手的名字的时候 柴妹真的是泪目了 极客俊逸和许位周的搭配出人意料的完美 可以说是昨晚最大的一个惊喜了 高音和低音的搭配真的赞到了 但是周深第一轮就被淘汰 真的一难平呀一难平 可以说整季歌手当中的大部分惊喜 都是周深带给柴妹的了 不管是大鱼还是达拉崩巴呀 每一首歌都让薇薇疯狂的回味 不得不说今年的歌手真的很难 因为疫情导致的云录制 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场所里录制 设备音效现场氛围大不相同 每个人的发挥呀 都有一些的被影响了 达不到敬眼的绝对公平 此处提名当时在家隔离时录制的 卧视歌手周深同学 时尚最惨没有之一 不过昨晚大众评审们出现在现场的那一瞬间呀 深深和花花的脸上的感动肉眼可欠 这大概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批 也希望是唯一一批 经过核酸检测合格的大众听审了吧 要何老师就是何老师 很多人看直播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何炯怎么吃螺丝了 有几段话有些结巴 但其实是他现场改了一点台词 对比一下题词器上的内容和后来何老师说的 你就知道他把觉得不太合适的台词改掉了 更显得真挚 很多东西习以为常的时候 您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存在 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 没有什么幸福是想当然的 比如说阳光空气 比如能在现场和你互动的观众 在薇薇看来 周深可以说是整季节目当中最不一样的歌手了 风格多变 各种各样的曲风都能够很好的兼容 他可以唱抒情 可以国风 可以唱二次元 可以按黑相 可以唱摇滚 可以用中式的嗓音重新演绎英文歌 第一期的经典大鱼 也是维维听的周深的第一首歌 当时是深入人心 简直是惊为天人呀 这一次在歌手里面第一期就选出来了 看得出来是很想赢了 天赐的嗓音带着绝对的空灵感 人间极美 最后的那一段吟唱啊 真的是绝了 这一次的改编和原版相比 真的绝了 维维原本以为只是再度的演绎 没有想到还有新的变化 二弟说 其实如果想赢 大鱼放在总决赛上会更好 高晓松说 后面的更厉害 周深在歌手里面最出圈的一首歌 应该就是达拉崩巴了吧 网易云音乐上面呢 一亿的播放量 B站上面1280万的播放量 属实的老二次元了 这个选曲啊 是真的很大胆 在一个正经的竞演舞台 选一首二次元神曲 再搭配一些家喻户晓的窄舞极乐净土 有多少人跟维维一样 看完正片的当晚呢 循环了边边的达拉崩巴呢 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上头呀 而且呢 这是维维唯一的一次 完整的听懂了达拉崩巴的歌词 除此之外呢 最让维维印象深刻的就是 自己按门铃自己听了 听的人啊 起皮皮疙瘩 这种暗黑并焦的感觉呀 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 友情提示啊 不要在深夜黑暗当中一个人听哟 这个rap也是真实的反映了 维维的感受 整个人呢 心掉了起来 手在发冷 诡异的气音 让人不由的把呼吸放轻了 而这首歌呢 也成功的成为了 各大暗黑相同人视频的BGM 从大鱼到达拉崩巴 再到自己按门铃自己听 宝藏男孩周深用自己的努力 勇敢的尝试新风格 展现了更多的不可能 每一次都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惊喜 不过最后一期的周深 在和新裤子乐队的搭档当中啊 显得有一点水土不服 周深新裤子分开看 两组歌手都觉得很不错 但怎么合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就怪怪的呢 而且这个尬舞是真的很尬呀 扭得巍巍头皮发麻 而且怎么感觉合身的时候 都是盆磊的声音呢 明明周深才是参加竞演的歌手呀 我只能这样理解了 赢不赢他真的不在乎 但有没有突破 好不好玩才是重点在乎 敢在决赛上挑战新风格 深深也是崴形很大了 不过今年歌手当打之年的最后一期 或许也成为了有史以来争议最大的一期 今天早上 歌手难听登上了热衣 很多人觉得呀是车祸现场 也有人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在前几期的内容当中 我们曾经写过 歌手真的能打吗 现在一期节目完结了 能不能打 相信每个人心中啊 早已有了答案 与前几年歌手现场带给人的那种 神仙打架的疯狂输出相比 今年的节目呢 在音乐性上与大众的审美渐行渐远 有时候小众未必不相 但有的时候 冷屁的歌呀 就是会换来观众的一句 冰冷冷的难听 电视是大众传播的艺术 歌手系列走了八年 不论是歌手还是导演组 他们应该比谁都知道 唱什么样的歌能够拿高赞 但也许他们就是想要跳出那个框框 谁知道呢 有时候试错 也许是另一种对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